女孩从学校坠落而亡 警察非但不仔细调查 还以自杀草草结案 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引擎呢 李静的愿望是当一名演员 经常参加一些表演活动 维纳斯比赛是演员之路的敲门传 能拿到这个奖项 就相当于一脚踏进了演艺圈 通过不懈努力 他终于获奖 这离他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家人们为他感到开心 特意订餐准备庆祝 结果大家在餐厅里等了许久 都不见他过来 电话也没人接听 眼看天色越来越晚 大家只能先回家等待 从餐厅出来 李妈接到电话 里面传来李姓的哭泣声 无论问什么 李姓都一言不发 只知道哭泣 李妈意识到情况不对 一家人急忙赶往学校 可是在教室里并没有找到人 正疑惑时 一声尖叫引起注意 紧接着李姓从楼上坠落 几人都吓傻了 反应过来后 立刻冲下楼 抱着李姓痛苦不已 李爸抬头的瞬间 看到有个人影在窗边闪过 那人是谁 难道是他害死了李姓 坠落事件发生后 警方并没有仔细调查 反而引自杀匆匆检案 一周后 学校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可对李姓的家人来说 想要恢复欢声笑语太难了 李妈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李姓的遗照 就在不远处的桌子上摆着 旁边还放了李姓最喜欢的草莓蛋糕 他们始终不愿相信李姓是自杀身亡 李爸印了许多宣传弹 在校门口分发 试图寻找目击者 被班主任斥责影响其他学生 如果不是学校 警方不作为 他何至于之一样 警方已经按自杀检案 剩下的就不是班主任能管的了 这么说多少有点不负责的意思 学生在学校莫名其妙的死亡 老师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这种不负责任的人就不配为人施表 班主任没有多说 表示自己会离职 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竟然和他无关 他为何要选择离职 没几天 新闻爆出离聪与老师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丑闻 班主任在某博主直播前也承认了这一事实 称离聪诱惑了他 事后还进行敲诈 而且离聪还和别的男生在交往 家人看到这些不实的言论都要欺诈了 李妈更是直接出进杂志社 找到写报道的人理论 一名记者站出来道歉 并在纸上写下 让李妈去对面咖啡店等他 其实那篇文章不是记者写的 本来要发的是质疑离聪死亡真相的文章 但藻家借用权势 换了要报道的文章 各种证据也被藻家毁灭 警方草草结案 也是受到对方的指示 这个藻家权势道歉 离聪怎么会和他们持上关系 这点记者应该知道 离聪和藻家的女儿小葵是好友 会不会因为这个关系 离聪才莫名惨死 李妈怎么都想不通 既然两人是好友 藻家为什么还要针对离聪 这时他忽然想到什么 跑到离聪房间翻找东西 意外发现钱包有张合照 是离聪在藻家的聚会上拍档 在联想到记者的话 看来离聪的死和藻家脱不了关系 另外 钱包里还有封感谢信 从信中可以看出 离聪没有要自杀的念头 李妈把这一发现告诉家人 警方 媒体 迫于全是都不敢说出真相 要想弄清真相就只能靠自己了 失少没有看着自己孩子冤死 还能保持冷静的父母 消除愤怒和悲伤的唯一办法 就是复仇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摸索 李家终于在一年后 启动复仇计划 同年 欺凌过女性的藻议员再次当选 经调查发现 藻家老爷子和妻子十分恩爱 但妻子已经离世 李妈看着和自己神似的妻子 脑中浮现一个计划 这天 她借着欺败固有的机会 和老爷子来了个舞狱 当老爷子看到她时 整个人都愣住了 随后结果搭讪 两人聊得很开心 向极了指引 第一步计划还算顺利 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 她还学习了妻子家乡的方言 以及特色小吃 俗话说 想要抓住一个人 就得抓住她的胃 用美食诱惑也许是个好方法 果不其然 老爷子吃到那口正宗的家乡小吃时 眼里蓄满泪水 那是记忆中的味道 妻子在逝时经常做这些食物 就是不知道 走医员的父亲还能记得吗 李妈知道对方上套了 立刻表示 这些都是家常小菜 如果她的家人喜欢 可以帮着做点 老爷子一脸惊喜 得知李妈没有工作 提议让其来当保姆 就这样李妈顺利打入造家 用高超的厨艺成功俘获一家人 另一边 李姐在采访中意外得知 李姓坠留当晚 李爸看到的人影可能是班主任 据目击者称 事发当晚有个和班主任 身形相似的人去过学校 难道是他侵犯了李姓 才导致了李姓自杀 如果是这样 早家为什么要出手隐瞒呢 事情现在变得很复杂 想要诺村原因 得找班主任对治 班主任辞职后 去了一家补习班当老师 他这个人有点变态 不仅喜欢闻女生做过的凳子 更喜欢偷拍女生隐私 隔天 李姊假扮学生吸引班主任的注意 对方刚拿出装备准备偷拍 就被李姊一把抓住 见情况不妙 他转身就跑 结果又被老师挡住去路 李姊称被他偷拍 他说是误会 双方各执一次 老师只能带两人来教室解除误会 他喝了老师滴过来的水后 整个人瞬间晕倒 其实这个老师是李叔假扮的 两人的目的就是抓住班主任了解情况 随后两人伪装成班员工 把班主任放进柜子里转移到库房 李姊处理握用他偷拍女生的视频证据 如果他不老师回答问题 就把证据交给警方 他瞬间晃了 李姓坠落当天 他在学校收偷拍女生的摄像头 忽然听见尖叫声 这才跑去窗边查看 只见李姓已经坠落 因为担心连累了自己 便从后门逃跑 还差点被车撞到 开车的人是早妇 至于他在直播间说的那些话也是假的 那全是他老婆小江的意思 自从小江发现他偷拍后 他只能对其唯命是从 因此不清楚具体原因 李姓拿出他的手机 想找点线索 看到手机上小江的照片 李姓彻底震惊了 小江和早母是好友 班主任又是听从小江的命令才撒谎 李姓不禁开始怀疑 这一切都是早母知识的 李姓气得想杀人 感受到刀子的良意 他整个人都吓尿了 本以为自己就要完蛋 李姓却把他放了 临走前 李姓趁机给他钱包里放了气氛气 试图弄清中间的引擎 不久后 找家举办了一场聚会 男明星刚出场 就收获众多名明 李妈想起那张合照上也有他 便向小葵打探他的身份 但没得到有用线索 小葵努力学习韩语 想从事外交官工作 都是因为喜欢一个韩国明星 李妈朋友在韩国做生意 经常用交友软件和韩国人交流 于是推荐小葵引用这个软件 提高韩语水平 在小葵的请求下 李妈帮他注册了账号 随后趁着二楼没人 接口取酒 确认每个房间的主人 并画了详细的布局 准备进早副房间时 被早医员发现 他接口放出信 暂时蒙混过关 晚上小葵在外交友时 无意发现有个男生 很像他喜欢的韩星 便鬼使神差的点了添加好友 此时 李叔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消息 是小葵给他点了个赞 见此他勾起唇角一笑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李叔自从得知 李星的死和早家有关后 就试图从小葵入手 打听一些线索 调查中意外发现 小葵喜欢的韩星和自己有点相似 而小葵又在学习韩语 于是就按照韩星的装扮拍的照 想借着虚拟网络接近小葵 加上李妈的神助空 小葵顺利的发现了他 出于好奇这才点了赞 他也回了个赞 两个人匹配成功 成为好友 虽然欺骗小女生有点不道德 但为了查证真相只能这么做 就这样 他每天都和小葵聊天 得知小葵想学韩语 立刻自荐进行视频教学 得到对方同意后 整个人暗自窃息 各天记者带着李姐准备采访早议员 但被拒绝了 上次闹出的丑闻就是记者报道的 早议员可不想再身败名列 记者紧忙解释 想采访他的人是李姐 本以为李姐也要报他的黑料 没成想李姐和他同一战线 虽说他欺凌女性的行为不对 但记者的行为更不可取 曾经自己的私密视频也被人四处宣扬 受到他人的诽谤 由于年幼无法抵抗 只能避开世人目光独自蛊惑 因此很理解他的心情 经历同样的事情 他还能重新崛起 李姐觉得他很弯强 想要支持他 一番真挚的话语成功打动他 赢得了采访时间 李姐做了详细的采访计划 单纯的采访并不能传达一个人的魅力 结合写真效果会好很多 宣传得到会赢得更多人支持 助理觉得可行 为了稳固势力 便同意了这个计划 不久后 李姐和早议员谈拍摄细节 本想趁机偷拍一些视频 可早议员太敏感 旁边的女生刚准备偷拍就被发现 早议员直接把人训练一通 看来偷拍这条路是行不通了 很快早议员的宣传片拍摄完成 效果不错 支持率也有所上手 李姐为什么要帮她提高支持率呢 因为李姐明白一个道理 对于她这种表现欲极强的人 只有让她站得更高 才能摔得更惨 自从知道班主任的老婆有问题后 李妈就给班主任的钱包放了切听器 这次切听器起了作用 李妈听到小江成立了一个高端会所 专门进行偷拍旅行 说白了就是借着旅行的名义 拍一些女性的私密照用来赚钱 这两天就有一次旅行 可以先从小江这弄清为什么要无限旅行 不久后 小江带人来到度假村 不远处就是米生网球的排练基地 他们可以在树里进行偷拍 众人听后性质傲然 偷拍时发现警察拿着望远镜正看向他们这边 小江瞬间惊慌不已 如果没人怎么消息 不可能被发现 自己搞情报让他们偷拍 他们连保密都做不到 小江怒火攻心 逮住人就打 大家四散逃离 篱笆趁机拉着小江离开 他以为是被好心人救下 殊不知 这是一个圈套 顺着篱笆的指引跑到山腰 果然看到一辆汽车 只是汽车怎么都打不着 想要下车时 才发现车门也打不开了 情急之下 汽车又开始向山脚下冲去 手杀也不管用 就在要冲下悬崖时 木头卡住车轮 汽车终于停了下来 不等他喘口气 汽车就被一个神秘人罩住 神秘人开始戏处他的罪行 他害那么多被派的女生承受痛苦 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他急忙辩解 会损那些人都有点性格女性 如果他们不去偷派 或许还会伤害更多的女生 他这么做也算变相助人 如果真是助人 为什么要造谣离性和班主任关系不正当 毁了女生的名誉 你妈气愤的拿起汽油交在车周围 如果不想说真话 那就去见阎王 轮到汽油位 他整个人崩溃了 急忙说出真相 他是奉祖母命令才这么做的 前些年 他因开美容院背下具有债务 是嫂母帮他还上了钱 后来为了还债 就开始帮嫂母做事 有一次他发现班主任偷拍女生的癖好 想要和对方离婚 是嫂母劝他放弃离婚 既然抓住了班主任的把柄 那他就好好利用 只要把拍的视频换成钱 就能更快还清债务了 在嫂母的洗脑下 他成立了偷拍的会所 诬陷离性也是收到嫂母的指示 他知道会害了离性 但嫂母说只要帮完这个忙 债务就一笔够小 纠结之下 他还是同意了 嫂母曾说离性犯了明天大错 因此才要惩罚离性 具体的原因他就不清楚了 丽妈离开后 他才敢下车逃离 实料半入被车撞死 另一边 嫂母来到博主家约会 摘下猴子面具的一刻 才发现博主竟是男明星 两人表面是好友 背地里竟然是情人 早父知道老会怎么样 嫂母得知小江偷拍事情曝光后 心中很深担忧 由于两人关系亲密 有许多网友猜测他也是同伙 这些都是小事 男明星会帮忙搞定 隔天 男明星化身博主 抨击小江的恶行 他和名流们五月时拍下合照 又把那些合照发在社交平台 暗示大家他的人脉比较广 假借投资骗取巨款 最连著名评论员早母都被骗过 现在竟然又牵扯到 突拍女性事件中 整个人可恶之急 这一番慷慨陈词 可算是把早母洗白了 隔天上节目时 早母刷的睫毛膏 突然流了一脸 闹了个大笑话 这可怕早母气得不轻 直接把化妆室开除了 后来在黎妈介绍下 黎爸凭借高超机 也拿下这个工作 其实这是黎妈搞的小动作 早母每次上节目 都会让化妆师提前在家帮她怒吼 那天黎妈趁机调换了睫毛膏 早母才会在节目中出宠 几天后 黎爸再给早母化妆室 化妆师找人过来 称之前的事故不是她的错 她发现睫毛膏被人调包了 那天除了她 她只有黎妈接近过化妆宝 所以很可能是黎妈换了节目膏 黎爸听到后 急忙通知黎妈 另一遍 老爷子似乎猜到黎妈接近她 是来复仇的 说了些奇怪的话 还劝她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 她点头应下 回到厨房后 她刚给胳膊上碰完漂白剂 早母就回来了 询问她有没有调换节目膏 她前忙解释 听说早母代言的节目膏非常好 自己特别想体验一下 但是太贵了 她买不起 于是偷偷在手臂上试了一下 实际她对那个牌子的钱包膏过敏 胳膊还为此留了伤疤 早母看到伤疤后 打消了心中疑虑 由于早议员的警惕心太强 从她那里套不出运动线索 李姐决定换个角度调查 助理常年跟着早议员 肯定知道些内情 只要李姐两人 记着再出面套助理的话 应该会更容易 很快 第二期的宣传片就拍摄完毕了 李姐接着探讨期刊排版 给处理下了个套 录了两个人的谈话内容 之后又把那些录音进行剪辑 并改变了录音背景 生成新的录音 隔天 她把匿名人准备曝光的录音 转交给早议员 希望对方妥善处理此事 听完录音 早议员一脸阴沉 回到办公室就抄起武器 把助理拖在地上摩擦 可怜的助理还是一脸梦 只能不停的求招 现在是早议员事业上升期 她不想闹出血腥事件 但助理口无招揽 暴露她的隐私 肯定不能继续工作 莫名其妙被开除 助理心中很痛快 因此记者找她打听消息时 痛快地说出所有知道的情况 李姓是不是自杀她不清楚 但早家恨李姓是真的 一年前 早议员因欺凌女性被把辞职 早家认为视频是李姓泄露出去的 而且早议员似乎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点 李姓坠楼后手机就消失不见 理解猜测 是早议员和李姓抢手机时 把人推了下去 或许找到李姓的手机也能弄成真相 李妈忽然想到 过两天早家人要一起看音乐剧 只要她找借口留在家里 就可以单独行动 但是这样风险太大 李爸不放心他一个人行动 决定让大家一起参与 这天早家人收拾好准备出门时 才发现水龙头坏了 由于要找专业人士维修 早母让李妈在家里帮忙照看 事情本来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着 可早议员闹别扭 不肯去看音乐剧 要在家待着 机会难得 错过这次还不知等到何时了 李姐决定由自己把早议员约走 李叔和李爸继续行动 早议员离开后 李妈匆忙恢复水龙头 两人也按计划顺利进入早家 开始搜寻证据 另一边 早议员和李姐聊着天南海北 李姐试图套些话 远远间表示出对她的羡慕 可她却是满脸欺人 别人只看到她光鲜的样子 根本不知内情 她早就又看透一切 不想要那些虚假的东西 家人对她够是奢望 真心带她的只有她养的蜥蜴 所以就拿出手机展示她的爱宠 听说李姐也喜欢爬行动物 她立刻要打开摄像头 让对方观看蜥蜴 李姐一天有摄像头 整个人都吓傻了 急忙给李家群里发信息 又意外打碎酒杯 试图拖延时间 先到李家人早点看到 而此时的李爸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翻找证据时 发现有个柜子打不开 不远处的墙上有把钥匙 谁料刚拿到钥匙 就被嘶哑的叫声吓了一跳 钥匙也就此掉落 这时他才发现房间里有只蜥蜴 晓得是钥匙还掉在蜥蜴的窝里 他只能先想办法把钥匙弄出来 后来他也看了那条信息 找一圆摄像头 看到这奇怪的话 他以为李姐不小心按错了 就没有在意 与此同时 李妈在早货的房间翻找证据 他在柜子中发现一个文件夹 里面有离性的资料 他急忙拍了下来 看到资料夹中的光盘 他拿出来准备看里面的内容 忽然手机响了一下 看到李姐发的信息 他也有点懵 可很快就反应过来 信息在提示 早一圆的房间有摄像头 他急忙出场楼 拉着篱笆躲到沙发边 下秒监控被打开 吓得两人大气都不敢出 另一边 李姐看到他们没有暴露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林叔在小黑的房间找到一本日记 里面有很多关于理性的内容 可以看出两人关系十分要好 但来不及卸看 只能先把内容拍下来 最后一页停留在早家聚会之前 看来还有一本 躲过一集的李妈 在客厅查看光盘里的内容 都是些理性参加节目的现场视频 结尾有些对话听不清楚 他让李爸把光盘带回家研究 之后再找机会放回远处 门外突然传来声音 李妈急忙查看 发现是早妇提前回来 李爸只好匆忙躲起来 其实早妇提前回来是想私会李妈 他早就觉得李妈心思不纯 当保姆是假 当他后妈分遗产是真 但老爷子没几年可活 还不如跟着他 只要把他伺候舒服了 钱都是小事 说完不顾李妈反对 强行把人扑倒 准备霸王硬上过 躲在沙发下的李爸怒火中烧 想爬出来打死这个人渣 可这么做就会前功尽弃 李妈不停的适应他不要冲动 千军一发之际 李叔假装刚熏黄水龙头出现 这才避免事情继续发展 隔天一早 李妈被交到老爷子房间 老爷子病情突然恶化 临走前想单独和李妈谈谈 他已经知道李妈的真实身份 作为一个有耐心且聪明的女人 如果为了复仇而深陷凌遇 很难不令人惋惜 他劝李妈摆脱仇恨 珍惜身边人 可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事情没有发生在他身上 他永远不会明白 女儿死在自己面前时的淡着痛苦 在李星死的那一刻 李妈的心就跟着死了 余生只想让害死李星的人说到惩罚 可这样一来 就算伤害家人李妈也无所谓吗 对于这一点 李妈无言以对 两人就这样不欢而散 另一边 李姐解析了视频最后的对话 早妇作为视镜评委 给李星打了最高分 另一人问要不要提前安排房间时 早妇暗示实际未到 等李星拿到维纳斯金奖再享受 才会更有意思 随后女人表示会让李星进入决赛 由此可见 李星获奖就是个圈套 视频中的女人是赛事负责人 美加 李星能去参加早家聚会 大概率也是美加安排的 结果肯定是被狠狠的侵犯 然后为了报复 先录早一员亲领女性的视频 要这么说的话 美加也是害死李星的凶手之一 或许能成为一个突破口 李姐打听到她最近会举办一个活动 或许是公司团建 又或许是演艺圈的聚会 早一员和美加关系不错 李姐准备利用早一员 抢住这个活动 自从李爸不读早付对李爸 心存不轨后 心里就很甚不安 现在李姐又会进美加举办的活动 她更加心慌 万一再出个什么意外 还让她怎么活 她立刻站起来劝李姐放弃 李姐很是不解 为其原因她又不肯说 只是坚持不同意 甚至要放弃复仇 李妈等之后非常气愤 其实她也不愿放弃 可坚持下去可能会牺牲更多人 她已经失去一个女儿 不能眼睁睁看着更多家人受到伤害 两人一见相左 最终不划而散 不久后 老爷子去世 早母奔向着辞退李妈 但李妈请就留下继续工作 小哥也表示不让她离开 早付念她工作认证 别让她暂时留了下来 等大家离开后 早付对着她说了句 那样的演技是骗不了人的 只要她感到很疑惑 早付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趁着打扫卫生时 把那个光盘放回原位 准备出去时 突然想起老爷子 揭穿她身份的事情 再加上早付那句奇怪的话 不由得心图意紧 难道早付也调查她的身份了 她急忙返回寻找答案 可惜电脑有密码 她刷了几次都没打开 还差点被秘书抓个正招 出去时 又碰见早议员 她急忙解释自己是去打扫卫生了 早议员没有在意 只是询问老爷子临终前 给她说了什么 还没等她回答 早议员又接着说 尽管不知道她有什么目的 但自己想劝诫她 如果是打算破坏早家的关系 那大可不必 因为早家也是千疮百孔 这话听得她都有点懵了 另一面 小葵和林叔正在视频 小葵的状态非常不好 想和林叔见一面 林叔听到后有点不可置信 问她发生了什么 她爷爷确实家里没人为此悲伤 她也一样 但她不觉得这样有错 因为她和家人夺走了她唯一的好友 林叔听到这话 就知道她说的是理性 同样是失去重要之人 林叔当然都明白她的心情 两人对着视频 作者心中的痛楚 与此同时 李解约早议员一起吃饭 聊天时提及她对早妇的崇拜之情 她知道早妇涉范围广 但没想到还投资了演艺公司 为国家培养了众多表演人才 早议员对此却嗤之以鼻 什么表演人才 都是些想捞钱的人罢了 如果不是这些人才 自己也不会闹出欺凌女性的抽吻 早议员现在想起来 都还气愤不已 要说也怪美家 非要鼓动早富投资演艺公司 看着早议员愤恨的表情 她提出为早议员报仇 听说美家要办个聚会 希望早议员帮她混进去 让她搞点人才的资料曝光出去 替早议员出骨气 这么说太虚伪了 早议员直接质问她的真实目的 她前忙解释 就是想弄个多家新闻而已 早议员听后笑了 答应带她参加美家的聚会 说是聚会 其实就是有场陪酒 是一些模特和演员 转为快的地方 里面的男人多金且失业有成 喜欢漂亮女生 这么做也算是双方各取手续 至于在深层的 就得她自己去挖掘了 她把要去聚会的事告诉黎妈 并表示会保护好自己 为了避免大家担心 希望黎妈不要告诉黎爸和黎叔 可她不知道的是 黎爸已经听到两人的对话 这晚的餐桌上各怀心思 显得格外安静 隔天 黎妈在打扫卫生时 早富戳穿了她的身份 威胁她明天晚上来自己房间 这一晚 黎妈躺在黎姓的一向前 想了很多 她知道黎爸不想搭行危险 可她的身份已经被揭穿 明天晚上见总妇 也许是替黎姓报仇的最后机会 下定决心后 拿出剪刀提前装好 已被不时秩序 不久后 黎妈准时来到早富的房间 其实她想占有黎妈 并不是因为喜欢 只是想毁了老爷子珍惜的人罢了 想要知道更多消息 就得靠米色交换 黎妈没有犹豫 直接脱掉裙子 她顿时像野兽一般扑上来 根本想不到黎妈背后藏着剪刀 准备将她置于死地 忽然 两人被一个声音打断 黎妈急忙把剪刀藏起来 虽然知道她扎 但没想到会扎到在自己家搞哄远枪 而且还是老爷子带回来的人 谁也别笑睡 说得好像早母没出轨一样 两人在一旁争吵 黎妈匆匆离开 她很后悔 因为自己 让大家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不过有一点不明白 早母怎么会知道两人晚上有见面 是她发的短信被早母发现了吗 其实不然 是黎爸偷看了她的短信 因为担心她出意外 才把这件事告诉了早母 知道真相后 她都要戒疯了 不明白黎爸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连门一脚就这样被黎爸打断 黎爸也十分生气 给黎姓报仇是全家的事 黎爸知道她去意味着什么 做不到无动于衷 黎姓是家人 他们三个亦是如此 黎爸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人 黎姓肯定也不希望他们去杀人 这个道理她懂 但从黎姓死亡的那一刻 他们就回不到从前的幸福时光了 无数个业力 她也劝过自己放弃 珍惜身边人好生活 但没有用 胸口的痛楚更是无法消失 所以她必须报仇 黎爸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心情 黎姓也是自己捧在鼠心里长大的宝贵 可对比查详真相 黎爸更担心再有家人受到伤害 黎姓明白她的心情 现在的黎妈是靠复仇而活着 如果强行让对方停止复仇 黎妈会失去活下去的希望 夫妻没有隔夜处 只要她照顾好黎妈 黎姓会想办法查明真相 与此同时 黎姓来到聚会现场 这里混乱不堪 左拥右抱 上下棋手 要多过分有多过分 早议员都看不下去了 黎姓提议来票大的 曝光所有人 包括美加 美加就相当于这个行业的遗忘 只要她还在 这个行业里的人就会不断增加 得到默许后 黎姓找到美加 希望对方带自己进入演艺圈 只要能出名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 美加试探过后 同意她明天先去示镜 并要求对早议员保密 看到计谋得逞 她的嘴角入出一次笑意 回家后 她把这个消息分享给黎妈 听说这次事件的评委 和黎姓事件那次是同一批 早妇应该也在其中 如果能被早妇看中 或许能打听到有关黎姓的事情 甚至是找出早妇和美加勾结 侵害女生的证据 可这样太危险 黎妈非常担心 不如虎穴 阴德虎子 她会提前做好防范 黎妈收到曹母的短信后 如约来到早家 本以为是要被解雇 结果早母只是简单的训事 并表示只要她愿意 可以留下继续工作 只是有个条件 早妇下次约她时要告诉早母 另一边 早妇看到小葵穿着漂亮 询问她去干什么 得知是和朋友见面 早妇觉得有点奇怪 平时也没这么隆重 经过调查发现 小葵要见的是网友 早妇立刻吩咐秘书 黑进电脑查聊天记录 忽然又想到什么 叫停了秘书的行动 准备见面的两人 对这一切还不知情 黎叔出来时没有伪装 经过这段时间的联络 她觉得小葵心地善良 不可能害死理性 也不想再欺骗小葵 准备实话时说 小葵对这场见面期待已久 但最终却失望而归 另一边 李姐如约来进行试镜 而早妇也如意料般 出现在评委戏 试镜中更是明白着告诉她 想成为演员不光需要演技 如果不取悦掌权者 梦想难以实现 李姐明白这些道理 称自己会好好表现 殊不知 这就是个局 整个过程都被录了下来 试镜刚结束 早妇就匆忙离开 与此同时 黎爸去找黎叔 发现用来伪装的假发 和韩语书籍都被扔了 打电话也明日间 心中顿时生起不安的感觉 李姐回想起黎叔白天的状态 也觉得有些奇怪 可现在联系不到人 只能先等等看了 但一晚上过学 仍然没有黎叔的消息 黎妈去找家干活时 发现小葵状态不对 悬问后得知 小葵和网友见面 结果跟自己想象的画面 完全不一样 黎妈急忙抱着她进行安慰 意外发现了另一个日记本 还没来得及行动 就收到一则消息 黎叔从冷气摔下 目前昏迷不醒 警方已经认定有意外 李家人顿时羡慕悲痛 而且不接受意外的说法 还没弄清怎么回事 早妇的秘书突然找上门 他受早妇所托 调查小葵的社交圈 发现小葵要跟网友见面 立刻入侵网友的电脑 知道了李家人的身份和目的 但他没打算举报 反而要提供帮助 原来他也是受害者 当年获得维纳斯奖 并顺利跟公司签约 本想着会成为梦想中的演员 结果等待他的事无休止的招待 他一直默默承受 等着出人头地的那天 可最后的结局 只是留在早妇身边当个秘书 默然的看着一个个受害者出现 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可李家人的行为 唤醒了他仅存的一丝良知 不过在李妈看来 沉默也是罪 如果他能早点发生 就不会有那么多女孩受罪 李妈不屑与他这种人为伍 看着昏迷的李叔 李妈非常后悔 如果当初听李爸劝 放弃复仇 李叔就不会是这个结局 面对拥有滔天权势和无尽财富的早家 他们李家真的弱爆了 根本不是对手 可他动了放弃的念头 李爸却变得坚定起来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让早家得到应用的惩罚 况且早家也不是无法撼动 可以试着从内部瓦解 首先是早母 他想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最怕别人对早家平头论足 那就制造舆论 讽刺早家的人钱虚伪 早母顿时破防 李妈先假意安慰 然后建议他拍摄 家人和谐相处的片段 以此来瓦解那些不实的言论 接下来是让早家父子自相残杀 李姐把试镜时突败的视频 交到早预员手上 他一听能让早父谋秀 顿时喜笑颜开 为了达到最大效果 特意在早父生日这天展示出来 早父顿时气节败坏 于是英明全被这个不孝字毁了 说着就把他掐死 早母见状上前阻拦 而这混乱的一幕 全被直播了出去 几人顿时冷静下来 意识到有人装了隐藏摄像头 立刻到处寻找 最后记者又补上一刀 在海外平台公布早父的恶行 还明确表示早家全力掏钱 国内但凡有一点对早家不利的新闻 会被立刻打压下来 他选择海外平台曝光 也是无奈之举 随着世界的发酵 早家彻底跌下深谈 早父准备去国外避避风头 黎爸突然找上门 先是资保身份 然后质问黎姓和黎叔的死因 事到如今 早父也不再隐瞒 黎姓迫切的相当掩面 主动对他图怀送抱 他从没强迫过 两人只是各取所居罢了 不过他绝没杀人 至少女子千千万 他没必要为了一个黎姓去破杀戒 那么问题来了 竟然不是他杀的 那事发当晚他为什么在学校 这点他无法理说 只能强调黎姓是自杀 随着警方的感动 没来得及跑路的早父 被带回去接受调查 与此同时 秘书联合其他受害者 对演绎公司提出控告 每家也随之被警方逮捕 另一边 早议员意识到自己被李姓利用 于是将人绑架 对于早家的覆灭 他无所谓 父母总是插手他的生活 让他无法拒负自己想做的事 现在这样反倒挺好 让他彻底摆破了枷锁 绑架李姓跟早家的事无关 只是单纯的感到背叛 心里不爽而已 不过直接杀掉就没意思了 要多玩一会儿 于是通知李爸 晚上九点之前能找到李姓 他就放人 否则就让全国人民欣赏李姓的身材 与此同时李妈查看李叔的手机 发现一串奇怪的数字 01271 这明显不是电话 短暂的思考后 他就迫起了李姓 用韩语排列在一起是日记的意思 随即溜进早家 找到小葵的另一本日记 上面记录着李姓的事情 得知李姓获得危难思考 小葵讲述了里面的黑幕 李姓听后非常惊讶 不想去参加所谓的聚会了 李妈还没看完 就被突然回来的小葵打断 看着眼前的小葵 她突然想起一件事 导致早家负面的那场直播出来后 其他人都在找摄像头 只有小葵在旁边弄笑 而李姓能指引她来找日记 说明跟小葵见过面 而且已经等着真相 小葵没有提李姓的事 反而讲起了日记后面的内容 她无法忍受家人的悲劣行为 于是拜托李姓去参加聚会 偷偷拍一些视频 曝光那些黑幕 并再三保证 不会让李姓受到伤害 李姓乖乖照做 也还要落入早妇的魔罩 她立刻在家假装引导 收到消息的早妇放弃李姓 立刻往家里赶 那李妈就不明白了 既然李姓被遭受侵犯 为什么会坠落呢 提起这个她满脸悲痛 事发当天 两人在教室见面 准备曝光早妇的恶行 可李姓却打起了退堂鼓 毕竟牵扯的不只是早妇 还有演艺公司 公司一旦倒闭 李姓的演员梦也会随之破碎 两人因此发生争执 还没争出过结果 李姓举二组 说是跟家人有缘 她误以为这是要切他人去 一怒之下把人推下楼梯 等李姓醒来时 已经错过跟家人约好的时间 她不知道什么叫 得饶人处且饶人 逼迫李姓做出选择 否则别想回家 李姓当时有点慌 推开她就跑 中途给李妈打电话 可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她就追着上来 李姓情急之下跑到天台 选着她的不断逼迫 两人再次发生争执 她一不小心把人推下楼 从而尿成悲剧 这一幕恰好被早妇看到 早妇见她迟迟不回家 特地来学校接她 没想到成了目击证人 为了保护她 早妇立刻带她离开现场 路上偶遇班主任 不过她坐在后面 没被班主任看到 李姓怎么也没想到 女儿竟然是被最好的朋友害死的 其实她也很痛苦 自责 像李姓坦白这些 也是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顺便寻求解脱 可李姓却疑悦了 人死不能复生 或许让她在愧疚中活着 才是最好的惩罚 另一边 苦心无果的黎爸找到早妇 用一句话打动了对方 缺乏关爱的小妇已经误入企图 难道还要让早议员也走上这条路吗 早妇立刻带她前往早议员成去的酒吧 终于在最后一刻就下理解 这一幕对早议员的冲击也很大 她把心中的不满发现到早妇身上 早妇也自知有错 只是默默地承受 并没有还手或阻止 不久后 男明星在直播间宣布 把黎姓推下楼的人是早母 早母瞬间成为过街老鼠 其实这是早母的意思 目的在于保护小葵 当年夫妻形同梦露 她在男明星这里寻求治愈 忽略了对儿母的照顾 导致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 现在帮小葵扛下所有 也能减轻点负罪感 看着渐行渐连的她 男明星黯然身上 其实她对早母是真心的 在她人生的至暗时刻 所有人都离她远去 只有早母陪在身边 并成就了现在的她 在她看来 早母所遭受的一切 都是拜早妇所赐 于是找上早妇 二话不说就是一道 眼看一切尘埃落定 但还有个疑问没有解开 是谁害了李叔呢 其实是早母 她从早妇孔中 听说小葵要跟网友见面 出于担心便跟着过去 看着小葵痛苦的离开 故意在监控下 把人推下楼梯 从这一刻起 她就做好了 这女儿逼过的准备 可天不虽然 小葵已经做好自首的准备 不久后 早母被警方逮捕 李叔也从婚名中醒来 记者邀请李姐来自己公司上班 结果却被拒绝 理由很简单 假如公司难免会受到约束 只有成为自由记者 才能无所顾忌的去报道真相 李爸一直想成为全球顶级化妆师 并不断维持努力 李妈则跟小葵生活在一起 或许是被招募的那份母爱打动 她并没有提出小葵 早议员因为丑闻再次隐退 经过时间的洗礼 蜕变成谦虚有礼的人 于一年后再次踏上竞选之路 早家发生的一切令人唏嘘 他们拥有滔天的权势 守不尽的财富 是无数人羡慕的家庭 可由于缺乏关爱 导致两个孩子性格扭曲 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从原则上来说 只要多点关爱 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家庭 但从哲学层面来讲 老天是公平的 为你打开一扇门的同时 必然会关掉一扇窗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珍惜眼前人 过好当下的生活 别等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暗黑家族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